去年大陆家政行业的市场规模高达1.6兆人民币 那么预估呢 未来四年将保持20%以上的成长 这一时的这个行业呢 分工越来越细 一切必须要向专业看齐 像育婴师不只要有证书 那么光是懂得带小孩还不够 你还得要学会儿童按摩跟推拿 另外呢 收纳整理师也成为一门新兴的行业 不只要整齐 还要有疗愈的效果 那么这些专业的家政妇 也就是大陆所谓的阿姨 每个月可以为自己创造 折合台币十多万的收入 说话有其实温柔的 说话是有手势的 您好小姐 我来上班了 宝贝您好 太婆婆您好 亲身细语仔细教导 董阿姨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现在家政行业 不担任是大孩子 扫地做饭 而就像一个标准化的程度发展 学员全来学家政服务 在大陆这样替雇主洗衣 打扫雇小孩 成为阿姨的这份职业 逐渐走向专业化 我们需要做一个 小孩推拿的方式 然后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从普通的阿姨做到培训老师 懂阿姨不简单 不光是育儿精 倒背如流 人体的经络穴道也都懂 相关证照就拿了十多张 因为想要薪资跟着涨 证照技能不能少 三四千吧 然后慢慢的做到 证拿到多了 然后被库主认可了 然后工资就大概七八千吧 我觉得这个行 现在这个行业比较有 比较有发展 不少家政妇把她当指标 盼有朝一日 能在家政行业窜出头 不过想要和她一样 成为月入十万的顶级阿姨 可是挺辛苦 结束完四小时的课程 午餐也来不及吃 还得赶往雇主家 爸爸 爸爸要洗澡了 一到雇主家 就先帮宝宝洗澡 有专业育婴师执照的董阿姨 总是能轻松就搞定baby 而且过程中 不断与心声而对话 爸爸来 来做些同学的按摩 好舒服是不是 多跟人要互动 多说话 一只沟通 二只宝宝 在这方面 可以起个早教的作用 其他一个月 得花上比一般阿姨 约五倍的薪资 雇主们人舍得花 去年大陆的家政行业市场规模 达1.6兆元人民币 预计未来四年内 还能保持20%以上的成长 也让大陆的家政事务 被视为一大伤机 拿起来就这样抽一下 然后衣服就翻掉了 又乱了 对 好像经常白叠了 翻翻衣橱三两下 就能点出你的生活毛病 推积庐山的衣服 该怎么放进有限的空间 可以稍微放得少一点点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空隙 你要给它有一个空隙 然后把这个上面的这一 这一个口袋拿起来 然后把下面推进去 不只折衣服有配方 还得应用色彩学做区隔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件白子 你都分得清的一家吗 不太分得清 所以我建议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 其他颜色的 把它进行一个分隔 她韩艺恩 从事的正是最近在大陆 崛起的新兴职业 收纳整理师 收纳师和清点人员 最大的不同 他会根据你的 个人的个性 还有生活的习惯 里出一套专属于你的 这个收纳法 光是这个梳妆台 不光是整理好就好 它的排序是有讲究的 打开冲题 一二三四五六 从右边开始 从右边开始对吧 好第一步我们先做 先画什么的 先可以拿出来 隔离 隔离 OK 根据化妆的前后顺序 摆放收纳 凌乱的梳妆台 瞬间井然有序 自创的整理术 让这位整理达人 红到BBC 不过在这之前 他可是吃过不少闭门根 那个时候因为 没有任何的方法和门度 所以只能自己去做 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尝试 对 然后还有就是印卡片 基本上大家都看一眼 就扔掉了 靠着爱家爱户拜访 免费体验 花了两年的时间 打进市场 现在行情相当好 一个小时台币2500元 每月至少60个小时的预约 算一算 月收入至少15万 未来的5到10年 它基本上是一个高速发展期 因此不少人也前来抢市商机 最重要的部分叫做什么 取舍 对吗 所以你们去客户家上的 这边有整理师吗 这门整理经上一次 进台币5万元 学员来自各行各业 全职从事这个职业 大概半年 那你现在还当你的老师呢 我已经不当了 我相信是我将来 在室内设计房行业当中 一个优势 我觉得20%到30% 是没有问题的 从英文老师到空间设计师 全朝着专业的整理师迈进 靠着端舍离 不只教会别人打理 也盼理出一套 身材之道 这种可能性的 其实是最后的 我相信是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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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的 你现在设计划